吴尼朗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市第一座风雨球场 在之前已经完工 22号的上午市长魏嘉贤 特别与世代会的主席苏美珠 多位的代表前往会刊 那么实际的测试场地的施工品质 以及安全 那么施工所也将在验收过后 向花莲县政府相关局处来申请 使用执照 最快明年初就可以开放使用 为提供风雨活动使用空间 花莲市公所向客家委员会提报 109年度客装创生环境营造计划 争取新建中山风雨球场 而这项工程在日前已经完工 市长魏嘉贤在22号上午 也特别协同世代会主席苏美珠 及多位代表前往会刊 并实际测试场地的施工品质及安全 那在过去的也碰到 远污料大涨工人短缺的一些问题 但是也是逐一的克服之后 那我们在今天特别来做相关的验收 完工的验收 那当然后续有一些需要再把它做补强的部分 那在这个球场的部分 其实可以给非常多的一个族群来共同使用 当然篮球我们现在是规划着篮球场 但是以客委会的想法 它可以举办各种不同的一个活动 但也有利于一些社团 那一些机关 甚至未来如果有发生大型的 比较严重的一个灾难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避难场地 我相信多元化的使用 才能够将所有的公堂能够不至于浪费 为了避免设施遭到破坏 施工所将研拟使用规定 让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风雨球场 可以满足喜欢打篮球的朋友 对于球场未来是否超多用化使用发展 魏嘉贤则表示将会做进一步评估 而在验收过后 施工所则会向县政府相关局处申请使用执照 最快在明年初就能对外开放启用 记者石离琴 华联市报导